財政部要啟動查稅裂漏方案 包含了豪宅 黃金 店面 都要納入查稅的雷達範圍 不過商眾業者認為 辦公室和店面等等商辦的行情 早就近伏透明了 政府的查稅動作宣示意義大於失之 跟租屋市場相比 辦公室 店面等商辦市場行情 向來透明許多 商眾業者分析 如果財政部將商用的辦公室 店面等等納入查稅的雷達範圍 宣示意義大於失之意義 店面的租金比較 可以比較到一些市場的一個行情 那除非是說你狡狀的店面 當然那可能就是需求的一些問題 那它可能也許會比 做到的行情稍微高一點 那我想這是供需的原理去做衡量 倒也不用去政府有太大了 去過分去干預 反觀另一個被財政部 優先鎖定的查稅目標 總價8000萬以上的豪宅市場 今年第一季買氣跌到谷底 成交價跟交易量 儼然就像是過年過節時的民生物資 一樣全面動漲 以現在目前市場行情 是比較屬於觀望的角度來看 它並不會有太大的成交量 上面的漲幅 那其實現在都 因為採用觀望的態度 在看這些事情之下 所以它可能會導向持平 或者向下發展的趨勢 財政部長張盛禾說 房價已經開始鬆動下修 但投資客真的撐不住氣了嗎 經濟日報圖又任 台北報導 至少 全市場行 went waste 各地道 都在找不到 Iraq